昨天有这么一个大哥来找我沟通装修的事 他提了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需求 就是要在家里装一个图书馆 我开始想了是不是人家房子大或者钱太多 比较桌呢 但和这位大哥沟通下来发现差距真的是差距 难怪人家富有 思维逻辑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这大哥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孩子最喜欢什么 不本能的说动画片 电子游戏乐高 人家都给我否 你听人家怎么说的啊 他说孩子呢 拽什么取决你在屋子都给放上 这叫环境行为学 小孩一看琳琅满目的都是各种书 他自然会翻看 习惯一旦养成 你还害怕的不喜欢读书吗 同理 你家要是电视机 电脑手机ipad各种屏幕 那孩子不玩游戏才怪 我仔细想一想真是这么回事 我咋就没找点沃通这个道理呢 所以朋友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小红心 转发给你的家人 让这种见解能传得更远 这其实关于书房的设计啊 我们一般也有四种适合不同家庭环境的做法 今天呢 我也分享给大家 希望真的能帮助到你 这第一种呢 其实最少适的做法 就是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房 就是整面电视墙 把电视机放进去 然后书籍与家庭相关的物品摆进去 这样显得非常温馨 这第二种呢 就是适合空间大的房子 客厅很大 很气派的做法 整面墙呢 都是书柜 沙发往前面这么一摆 后面多少圣贤 都在支持着你 从风水上讲 你能不牛吗 这第三种 就是把书架当隔断 做一个客厅与餐厅的隔断 通顶不通顶的都特别好看 可以放在茶具啊 这叫书香门第 懂的人一眼就知道 这家人有学识 这最后一种做法呢 就是找面墙 放一排第一书架 下面放你喜欢的东西 摆一个落地灯 搬一个单人沙发 窝在里面可以一整天 这绝对是你最爱的角落 哪怕不看书 刷刷手机 发话呆呢 我今天啊 其实只是借着这个大哥 拍个砖 就是希望引出更多关于营造 书香门第环境的idea 如果屏幕前的你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留言给我 别忘了 最后给个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咱们下期见啰